各位朋友,我是陳雲 中美雙方終於在18號 在阿拉斯加零下11度的地方見面 見面的後果當然沒有後果 就是沒有聯合公佈 亦沒有外交的立場共同 雙方其實在此各自對馬 而這種對馬實際上是相當不客氣 亦是不外交的,即是Undiplomatic 對馬的原因是因為不知做甚麼 是楊潔篪,即是中國的外交部長 在見記者的時候,大家閉門會談之後 有幾分鐘是見記者的 他是用了三分鐘時間來講話 但實際上他用了十多分鐘 就在那裡籌罵美國 說美國沒有資格教訓中國 沒有資格指導中國民主、自由等等 接著是甚麼呢? 接著是布林肯是不甘是虐 他不是用一兩分鐘,而是三分鐘來回應 他故意叫記者留下 用了十五分鐘來教訓中國 這就是中美在拜登老爺上台之後 對談的情況 對談的情況當然是中國那邊很興奮 因為楊潔篪出來的人退休 這次他在阿拉斯加安康里斯市 留下大鎮國威 掃湊列強,即是鎮鎖中國 在八國聯軍列強入侵之後 終於在楊潤的面前 未知到拍桌 但起碼是大罵一輪 而且楊潔篪還是手指指的 這些都是古怪的行動 鬧完之後,布林肯也不甘是虐 大家鬥鬧之後 整個見面就結束了 實際上大家想做些甚麼呢? 就是想向民眾交代 中國那邊因為經濟衰退 加上所謂的COVID-19 令到需求少了 很多地方開不了工 不過臨時也有些地方開到工 因為他自己解除了封鎖 但美國那邊對中國進行技術禁運 以及多方面 譬如說不准中國企業在紐約上市之類 這樣的打擊之下 中國的前景是不太好 面臨世界大蕭條 所以需要有一個國家主義 或者民族主義來振興民心 民族主義當然是打最大的 就是打美國 所以楊潔篪說完這番說話之後 就相當之開心 可以作為退休之前的一個代表作 美國那邊當然是密合謹鼓 在做經濟復甦和技術轉型 或者工業恢復 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首先 一個民主政府要做的就是 匯應民意 因為根據美國的智庫 Pure Research Center 即皮休研究中心 皮休不是那些風水那些 掛在腰上發達那些 是一個翻譯的名字 它在英文叫PUW Pure Research Center 台灣那邊也叫皮休研究中心 好像風水佬開的地方 但是這個皮休研究中心 是相當有權威的 在民意調查裡 它前一段時間公佈了 有九成的美國人認為 中國是競爭對手或者敵人 而不是夥伴 而七成的美國人 是支持實施對中國強硬的政策 即使損害自己的經濟利益 都要令中國改善人權 這邊看到 特朗普不幸 不知搞什麼 總之做不到總統一排之後 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 有一個共識 另一個共識就是 強烈的反中政策 在他們召開會議的時候 有好東西看 18日的時候 在美國的參議院 有三個共和黨籍的議員 即是Tom Cotton 以及Jim Inhover 以及Rick Scott 三個人一起提出一個法案 叫做中國貿易關係法案 這個貿易關係法案 不是加強關係 而是要撤銷中國在2000年9月 獲得的永久性正常貿易地位 要將中國打回頭 搞到每年要 要求美國批准他最優惠地位的交易 即是以前 經常派人去美國 李柱銘都去過美國 求這個 所謂的 most faithful nation 地位 所以看到 就是 美國在拜登上台之後 就開始扭轉 對外的關係 他是對盟友 是friend 接著是對中國 對北韓 對俄羅斯 是毫不留情 伊朗那邊 他稍為緩和一下 因為太遠了 在這裏看到 就是Trump 以前的風格是不同的 Trump 的風格 是一些江湖佬 或者相當之圓滑的風格 他是對敵人 他對俄羅斯 對中國相當友善 表面上 One nice friend 但實際上 有很多很辣的條件 俄國那邊 就要他 對中程導彈的限制 中國那邊要貿易平衡 以及要罰錢 那些偷技術 然後遣返留學生 即是說 Trump 那邊 表面上是少念型人 但實際上 都是一些冷酷的事 拜登不同 拜登就是實話實說 因為經過Trump 玩了一輪之後 那個局面搞得比較清楚 現在是正正式式反面 故此在中美會談之前 拜登已經罵俄羅斯 罵普京是一個殺手 拒指手 普京說 喂 你說我沒有根據 不如大家在電視上聊天吧 辯論一下 拜登派人說 喂 沒空 在聊天的時候 布林肯和 蘇利文 即是國家安全顧問 他是在阿拉斯加 見中國的兩個代表之前 他是去了日本 以及南韓做國事訪問 當然是談反中的政策 即是如何掀制中國的政策 他們在日本期間 是北韓的領導人 金正恩 不是他 是他妹妹 金與正在罵 為何南韓和美國 在做聯合軍事演習 是否想死 是否想睡 睡得不安寧 接著 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汀 即是 Lloyd Austin 立刻在美國時間18日 亦是中美見面的時候 如果你想打 今晚便可以打 當然不是藏戰 即是實際上的作戰 令北韓現在沒有聲音出 可以看到 特朗普拿台之後 由拜登上場 已經整個風格轉了 而這個風格 正在面對一些很嚴峻的事 就是所謂的COVID-19 導致疫情 其實是一個煙幕 目的就是要推行大蕭條 即是兩年的GDP下跌 在經濟學上叫做 Depression 大蕭條 這個我去年3月 在英文的simple truth說過 亦同時間在陳文時事短評都說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有個紀錄在這裡 我很早斷定了這個 實際上是剃造大蕭條的一個借口 大蕭條找來做什麼 為何忽然間弄得自己窮 但不是弄得你們 就是弄得我們這些窮人窮 再窮一些 中低下層一些 有錢人說 在這個所謂的新冠疫情期間 身家暴漲了27% 有什麼時候會暴漲27%那麼高的? 就是大蕭條之前 大蕭條之後或者期間 會再掠你錢 所以在這個時候 美國開始變陣 那中國怎麼辦呢? 中國當然不知道怎麼辦 首先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玩戰狼外交 當然戰狼就是 我們現在知道 所謂狼這件事 在中國的東北也好 蒙古也好 其實是貧林絕種的動物 你可以懷冕 成吉思汗時代 在元朝的時候 那些草原狼是很厲害的 可以一起打獵 之類 但這個時候 你看到狼已經是受保護動物 所以是兩回事 我們看到 當中國的外交部長 在罵美國的時候 美國是不會縮的 不會好像以前 就是 特朗普剛剛上台的時候 同一位楊潔篪 就走了去罵 西夫·班農 即是罵 特朗普當時 競選團隊的一位主任 以及他的女婿 Feret Krishna 即是說 我們中國怎樣怎樣 人權問題你不要搞了 接著 Steve Bannon當時 說你這樣 但是不敢回應 當時陣還未擺好 應該是陣擺好了 所以看到拜登老爺 以及團隊開始發威 這些就是新形勢 這個新形勢 還加上一些 比較古靈精怪的東西 就是以前特朗普 是喜歡自己玩的 當然其實是有人在一起 最後找人一起玩的 就是建立了印太戰略聯盟 以及恢復了這個Quad 即是美國加日本加澳洲加印度 四個國家 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區來玩 這個Quad是真實的 這是技術 以及很多四大範疇的工業 是去中國化的聯盟 將中國的工業抽走 這是很厲害的東西 特朗普其實搞了這些東西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現在拜登上台正式砌 砌砌的時候 我知道有一個地方 是任砌不生氣的 千萬不要想邪惡 不要想那些100元任砌的 現在沒有了 因為現在是防疫 戴口罩 千萬不要想這些東西 這個任砌的地方就是香港 因為香港是沒有反制能力的 要制裁什麼 或者要取消香港 某些飛機飛到美國 這個已經在談 取消香港某些航空權 即在美國的降落權 遲些可能香港人去美國 即解封之後 可能要經日本去的 這些是新形勢 接著就是前一陣子 前幾天制裁了一些高官 涉及國家安全執行的高官 之後還有其他角色各樣東西 包括英國、歐盟、G7 很多東西玩香港的 所以香港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防疫 打針 接著就捉了一些外國人 整進去隔離營 21天也好 14天也好 把母英分離 把小孩困住 叫大人叫虎連天 等一些美國人也好 或者美國商會也好 正正式式 就跟Bloomberg 在這裡伸辱 你再這樣搞法 我將那些交易人員 即是金融那些交易人員 調去外國 因為受不了這些 玩到這樣的 誰跟你玩呢? 所以大家有得看 最重要是千萬不要取消防疫 繼續下去 好像義和團那樣 扶清滅羊 即是要扶共滅羊 即將扶華 將中國壯大起來 好像中國外交官 在中美會談那樣 大鬧西洋 這樣才是大振國威 將我們以前 新手條約 庚子 庚子賠款 種種的國家恥辱 裡面 振作起來 恢復我們大汗的天威